接下来带您看到吴席会落幕 外界关注吴伯雄在北京提出的一中架构 关心两岸事故的学者今天强力抨击吴席会 是国共密室协商 回避民主人权 却要决定两岸未来令人忧心 吴席会后台湾民主平台发表声明 忧心国共密室协商常态化 主宰台湾未来 学者认为两岸问题不是两党问题 吴伯雄未获台湾政府授权 却与中共大谈两岸未来 可能违宪 这次他有提的主张 东提西提就是不提自由民主 他有推动一大堆事情 却是跟一个专制的政权来推动 说得严重一点 以吴伯雄先生回来所发表的七项主张 他其实有让国民党陷入一个违宪政党的疑虑 吴伯雄会习近平提出七项主张 转达马总统不会推动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 强调两岸有共同血缘 因为祖先不能选择 可以说他的思维还能停留在19世纪 居然要代表一个21世纪 已经有人权概念的台湾 去跟一个完全没有人权思想的习近平 去讲台湾的未来 习近平向吴伯雄说 无习会后对马主席更为了解 媒体则报道 对于未来马英九是不是有可能与习近平会面 吴伯雄没有否认 马总统对马锡会没有回应 而立法院临时会即将处理两岸办事处条例 再也立委说 中共到台湾设办事处 有如中共统战指挥所登堂入室 吴伯雄一中架构在台湾掀起波澜 也透露马总统第二任期 可能在两岸议题上有更大动作 新唐人演的电视 陈辉模 陈辉瑶 柳姿营 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